她连到这儿来她都不敢 虽说美臣虽然赢得了她的心 却没有赢得她的胆 我最想的是对甜甜说一句话 人家大海话说的不能再明白了 根本就不喜欢你 而且人家已经心有所属了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呢 浪费你的宝贵青春 你要是想嫁他妈 我觉得你是有胜算的 你想嫁大海 你这完全就是白日做梦啊 你赶紧换片子吧 确实我也觉得在整个 在整个事件里边 其实最需要做出选择的人 并不是大海 而就是甜甜 因为甜甜 现在已经很明显地看到 就大海她并不喜欢你这个类型 你想知道一个男人 要培养出感情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你要跟他生活一辈子 我觉得当下 做出选择的人 应该退出的就是你 我接下来问你们三个人 一人一个问题 甜甜 你爱大海吗 爱 大姐你爱大海吗 爱 美成你爱大海吗 爱 我觉得你们三个人都不爱 真正爱一个人 不会逼我爱的人 做出抉择 但无论如何 这个儿子还是要见面吧 话虽然这么说 我们不会逼着我们的爱人 去做出抉择 因为做出抉择之后 我们都不会有预期的幸福感 多年前 为了给儿子创造一个好的未来 展阿姨下海经商 几十年的奋斗 攒下了丰厚的家业 而大海的学业 工作和婚姻 都是母亲一手指定安排 直到遇到热情火辣的 春母美成 儿子第一次叛逆 这边是世界的